改完之後我又用豌豆夾 這邊一樣點擊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跳出來 那這個地方我是用4點插的來run 沒有問題 因為這邊2點插的話 問題我把它點擊 一樣上面可以跳出spinner 這個沒有問題 點了之後一樣可以查出來匯率 匯率的話會跳出來 有沒有一個earn dialog按確定 沒有問題 那這裡的話我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我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的環境是2點插的那OK 就是之前的範例 如果是4點插 你這邊把它改 online money有沒有 這邊有改一個 複製一個新的版本叫4 那打開來的話 基本上界面都沒有變 只有一個地方變 各位直接直接拉到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那個get url data這裡 那我主要是怎麼樣 把三個東西 三個類別改變了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之前我放的這個畫面 畫面 我有把它更新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get url 原來我們會用到三個 類別我把它變更了 第一個就是 舊的 我是用那個叫做 htp url connection 這個東西 我把它改成url connection 沒有http 它有另外一個類別可以用 第二的話就是說 用buffer reader 也是一樣用 input string 但是我不用buffer reader 另外的話 我抓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讀取的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這邊改 改之後的話 我有把最後畫面放這裡 改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不是用http connection 我用的另外一個就是 用url connection 名稱不太一樣 那只是說 如果你要用4.x的話 請你要改 把http的url connection 改成url connection 第一個 第二的話 一樣要產生input string 用那個串流的方式 但是呢 我們剛剛用那個 叫buffer reader 的這個類別 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做buffer input string 對 對